我想如果大家留意我講開 其實我對中國經濟都是比較審慎一點 當初中國工作報告出一個5.5%的GDP增長目標 全世界都說了一聲 機會大不大 其實大家都打了一個8.5折 相信其實看最近 如果你留意一下 譬如剛剛公佈的官方的PMI數據 7月份再重新落回50以下 其實我之前也提到 6月份的經濟數據比較好一些 會不會是一個疫症解封之後的小人春 這是要留意的 但終於出來7月份 似乎開局就不太好 可能有這樣的效果 其次 其實你再留意官方近期一些口風上 剛才你剛剛說的 可能是一些不是硬指標 傳一些口風試一試口風 其實你剛剛上星期 中國的政治常委 就是最高領導那邊 亦都出了經濟會議之後 有季度報告之後 在當中的公佈是沒有提及5.5的增長目標的 他認為下部年的目標 就要在經濟是一個合理區間 去波動 其實基本上是已經 在立場上 口風上已經放遠了 其實這個也不奇怪 其實以往大家都知道 看回歷史 其實中共定出的經濟增長目標 其實到最後來說 其實都會有一個硬數 變成一個區間 所以可以說市場對5.5本身期望不大 到現在說中央開始有些放口風 其實可能反應未必太大 這是一個對消息的反應 但是當然經濟比較疲弱 這個是市場已經一度反應的情況 會不會說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舊市或者更加大力 舊市的機會大不大呢 其實 其實我都說過 中央經濟有一個問題 就是難的 你想拘捕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拘捕到的 我想它下半年中的中央層 一定會繼續穩定經濟 我這樣說 就是舊市一定會繼續有些政策 例如在消費層面方面 會推出一些刺激的 例如消費圈 或者更多行業的支持政策 或者口風上的一些行政指令 希望降低反送消息的應貌成本 這方面的政策都會出台 但其實我都說難就難了什麼 其實始終內地 你不一樣十多年前的情況 就是現在內地的經濟增長動力 始終真的減慢 還有其實現在內地的債務水平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 跟當年來說應該都差很遠 尤其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 近期相當看到很多消息 就是有關於來房的資金鏈問題 其實不單止來房 其實這個資金鏈問題 是涉及到一方缺錢 但三方喊救命 即是內地的地方政府 因為沒有了賣地收益 銀行亦都因為 大家都知道 因為內房的懷漲 可能都會減低資金流動性 所以現在一句都說了 錢是缺的 你去救市便要有錢 我剛才剛才都多次強調 你真的要救市的話 錢是最重要的 而在這個掣索之下 其實真的挺難的 還有你說供消費 我經常都說 經濟來說 為何中國經常說 去救市都是一些加大基建 或者是一些成立基金 又或者希望我出一分錢 你出九分錢去推動整個市 而消費始終是搞不到的 因為內地的消費 始終不是政府給你錢 你利益消費 而你看到內地 我們之前都說過 惡性存款要出現 因為這些人就算你給錢我 我也不會給你消費 因為我對現在的信心問題 即是我房子未必敢賣 即是我有錢不如儲多錢 我不知道你何時封城 整個麵包沒得吃 所以其實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 信心的推市 你真的要去說 我給錢你谷大消費 你有這樣的政策目標當然好 但問題是真正正是否真的做到 真難 所以其實你看到內地經濟 甚至乎說六月份 三個經濟指標 可能是出效口 固定政策投資 消費 六月份有起息 但消費始終來說 這個環節都是比較弱 所以說是 有時不是說你一定夠就夠了 有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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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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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